苏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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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正召前立委苏清泉 角逐年底屏东县长选战 中场会一致鼓掌通过 主席朱一伦肯定苏清泉医疗专业 出身基层 要为屏东带来改变 屏东需要一位最了解屏东 最能照顾屏东县民健康的苏清泉 来代表国民党来参选屏东县的县长 2018年苏清泉参选屏东县长 败给民进党及县长潘孟安 今年卷土重来 挑战民进党提名的周春敏 苏清泉认为今年局势不同以往 这一次屏东县会不一样的态势 因为本身民进党的争取者非常多 有点指定的味道 所以引起一些的反弹 苏清泉还爆料 由兰军介入民进党初选 因此民调数据并不可信 更谈言还有兰军导向行政资源丰厚的民进党 因此他必须整合兰军归队 苏清泉还引用蔡英文参选两次失利 最后总统胜选并且连任 强调自己也会在选举中奋战到最后 进场电视王冠林刘志盈淘台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